還有一個流利者之歌 夢遊 兩個夢遊 楊阿馴 我剛才的這些話的似乎言辭則悲 不是針對各位 是講所有是這樣這一類的話 所有談這一類的言論者 辭之為彼此 那就叫做彼此 內在有著深層的 為自己成為一個台灣人的職位 所以 蔣先生 兩位蔣先生 在台灣的貢獻 我們必須多說 但是最對不起台灣人 在教育上 沒有重視真正心理的提升 就是公立教育 接受故事之後 實用主義的教育官 把所有的人都變成 生產線上的一個生產單元 為了達成這個職場 他會合乎這個社會的機器 於是把每個人交成外套 一個一個的外套製造 得最對不起台灣人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不會小心 還有各種可能性 說不定一下子安然而異 各種可能 所以做老師也要尊重 孩子要承 這也是他的一個承讚過程 好 好 他像這樣的彼此之人 是能看著他這樣 基本的第一步就是看著他 第二步是看著他有沒有心會跟你討論 第三步是你判斷 是不是可以跟他討論 這是一步一步看的 不然就是吵架 口水而已 哎呀 我又忍不住藥 親愛的也不管 但是我記得我講過給朋友們 一步你還是請他 對 我要講的是 錢人生教導 謝謝 謝謝